録音樂劇 前一段時間來你有沒有看過 我們那套音樂劇盲與盲的奮鬥時代 雖然已經完成了 但如果你有看的話 你一定會記得我們在電影裏做過一個麵包 今天就會殉眾要求為大家公開這個麵包的食譜 材料有高筋麵粉 鮮奶 這個是菜油 砂糖 烤母 雞蛋 還有鹽 上次在音樂劇裡面在舞台上做麵包 大家真的覺得非常好玩 其實你在家裡也是可以做得到 這個其實是港式的小餐包 做出來就會好像茶餐廳 你點個羅宋湯 然後送一塊小餐包那種 首先我們當然可以用手去做 亦都可以用這樣的混合器去做 用混合器去做就方便很多 那我們首先把高筋麵粉 把乾的材料麵粉 把乾的材料倒進去 糖 鹽 先倒在一起 然後有一個步驟就不要節省了 因為酵母 有時候我們買一包酵母回來 你不知道它不是更活 你不知道那個酵母夠不夠新鮮 因為看樣子是分不到的 那我們最好的方法 就是把酵母放進一個碗裡 然後你就加點水 那些水其實就叫做暖水 就是嬰兒洗澡水 就是36度的 那樣的 體溫差不多的熱的暖水 然後倒進去 那些酵母裡面 然後就 攪拌均勻 令到它溶解了 基本上 大約3至5分鐘 如果那個酵母是活的話 它就會變成這樣 它會起泡沫 好像啤酒的泡沫 這樣就證明酵母是很新鮮 那因為 如果那個酵母不新鮮的話 麵包最多的味道 是無論如何都煩不起的 那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活的酵母 把乾的材料拌均勻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放濕的材料下去了 那就雞蛋一隻 油 油 油 不要用太大的味道的油 鮮奶 倒進去 然後呢 我們就輕輕在這裡攪拌均勻它 好 剛才呢 一開始就用慢速 攪拌了大約3分鐘 然後呢 再轉做高速 攪拌多它一分鐘 那其實呢 這個第一部分的麵糰就完成了 我們把麵糰呢 倒在你的工作桌上 然後呢 撒一些手粉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拆了 嗯 擦到它不再黏手為止 那麼有一個動作很重要的 就是把它 搭到桌子 推開它 摺回來 再 搭到桌子 推開它 摺回來 一直這樣搓 如果你覺得仍然是非常黏手的話 你就可以再加一些麵糰在桌上 但呢 就不如每次加太多的 所以就算你撒在桌子上 你都不一定要用光 它 搭到它差不多 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在一個碗裡面發酵 那麼最後一個步驟呢 我們就把它一邊摺回來 無非都是想收到它的麵糰好一點 然後 填一點點粉 在底下 一夜刷起它 放在一個碗裡面 你都要填一點點麵糰在裡面 就是防止它黏著黏得太緊要的 然後呢 你就可以用一塊濕布 蓋住它 然後放在一個溫暖的地方那裡發酵 那這個溫暖的意思呢 就是大約40度左右 怎樣為之溫暖的地方呢 有一個很好的方法呢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一個焗爐 又或者一個微波爐裡面 但是不用開的喔 你就放一碗熱水 在焗爐的角落那裡 然後呢 放進去 這樣一路等 等它一個小時 令到它的體積變成一倍那麼大 就可以了 一個小時之後呢 我們的麵糰已經發到一倍那麼大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 開始造型了 那我首先呢 就把麵粉 灑在工作桌上 這個時候它都會幾黏的 所以呢 灑多一點呢 都是不怕的 好啊 那我們呢 就把它慢慢刮出來 那當然你可以用一個鏟 沿著那邊這樣把它灑下來 那就一點也不用浪費了 灑下來之後呢 好啊 我們首先 把它 拍了空氣出來 不要拍到它太扁了 拍它扁了 即是不要大力拍到它扁到一坨 這樣它就會沒有空氣 那一陣子就不會鬆的了 好啊 接著呢 我們就把它摺 三分一 進來 接著就按住口 然後再摺 為了讓大家看到過程呢 我就把它轉出來 再摺進來之後呢 我們在這裡就要把它收口 收了口之後呢 現在呢 現在呢 它就變成了 一個長條型的麵包 這樣 然後呢 再灑少少粉在面上 接著呢 我們就輕輕力把它 推到它變成長型 緊記呢 是要輕手的 接著我們就把它切到 一塊一塊 最好的方法呢 切開了一半 那你就這樣量 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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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我們就有 六二四六八十 十二個麵包的初型 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第一次的造型 把它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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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把它摺進來 摺到它變成一個波波形 在表面上灑少許麵粉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小餐包的初型 來的啦 搓好這些波波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在盤上 上面了 那就 逐個放啦 你可以把它黏在一起的 那它到時呢 就會像牌包一樣 一塊一塊 黏在一起 整盤 很開心的了 然後 就用一塊濕布蓋著它 等到它的尺寸 增大了一倍 那你要記住 現在大約都是這個尺寸 然後它一會 就會再大一倍 這樣就可以拿去焗的了 那我們又等了 OK 好 又等了大約半個小時 那這個時候呢 它已經是再發大了一倍 摺下去呢 它就非常有彈性 和豐滿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拿去焗的了 如果你想它的表面 亮身的話呢 你就可以將 這個蛋汁 塗上去 蛋汁是什麼呢 就是一隻蛋 加一比一的蛋和水 跟著呢 就可以將這個掃了蛋汁的麵包 入爐了 預熱它200度 然後焗它 大約15至20分鐘就可以了 麵包就可以出爐了 焗了20分鐘了 麵包就可以出爐了 然後你就可以在家裡自己玩賣麵包遊戲了 然後你就可以在家裡自己玩賣麵包遊戲了 然後你會不會吃到有一點點 既然可以吃到 你們就會搭配